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迷茫的过往 英雄的土壤 装置和热血 又再一次 激荡在我的胸膛 啊 我亲爱的弟兄 翻水辛劳都化为明亮 啊 我亲爱的弟兄 摇晃肤下火星的羁牙 情煎白猫起悲哑 将至爱奉献黑响 期待这一金融会回故乡 千千万万心灵的期望 今天白云起飞扬 装置装身好情在旁 期待这一金融会回故乡 永恒无灭英雄的挂马 今天白云起飞扬 今天白云起飞扬 1936年南京秋操 在蒋介石前面编队前进的 是中国第一个战车营 是当时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在欧洲考察的时候 顺道采购的 这是中国陆军历史性的一刻 尽管轻重坦克只有36辆 却终于让步兵有了装甲的庇护 1931年第一次松户战役 束手上海的十九陆军 是中央收编的广东地方部队 当时接近三个月没有观想 偏偏就是这支兵匹马困的部队 必须面对日本皇军 征服中国第一次的陆海空立体渡战 这就是十九陆军的服饰 变貌加斗笠 番号就写在斗笠的上面 手上的步枪也是老古董 清朝末年就出场的汉洋造 装备足足比日本落后三十年 这是他们极为少数的中央戏 瑞士制的奥立冈机关炮 日机横行上海上空 就只有这款秀式防空炮 还可以勉强让日机稍有伏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 在上海街头横行霸道 乱式复生 命果如指 到了最后关头 保安警察也披挂上阵 他们手上的武器 是仿德国的国造毛色 枪套是木制的 可以接在枪柄作为依托之用 这种在北洋时代 威风一时的兵器 到了战局紧迫的前线 三分可笑 气氛无奈 当时的部队 很多时候衣衫蓝绿 甚至连鞋子都没有 打完今天的这场仗之后 下一场仗的弹药 要从哪里来呢 还必须要这个战细整合幻去想办法 大战前夕的日本东京代代幕乐兵场 欲人天皇教育的正式堪称亚洲第一雄师日本皇军 这支陈军以来战无不胜的部队即将开入中国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这些穿着草鞋拿着简陋武器的部队 竟然拖住了他们的步伐 让他们深陷击爪 几乎忘国 强敌环四 乌军奋守 八百壮士面对三十万强敌 如何保护国旗 继续飘扬 静静锁定 东城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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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